欢迎收看小熊,我是佩妮教数学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讨论我们的根号 这件事情在国中其实也应该会教到 只是说大部分的学生他可能没有很好的学会这件事情 然后写一些基本的题目好像也都会对 就没有发现自己没有搞清楚 就是说这个A平方开根号 A平方开根号到底是A呢? 还是负A呢? 还是负A呢? 还是其他呢? 如果今天A是3 3的平方开根号 就是9开根号就是3 这样子他是3 如果A是负3 负3平方开根号 也就是9开根号 那样会变负3 现在A是负的 结果你开出来是负3 负3的话你就不能说他还是A 因为我现在A是负3 所以我们会负负得正 所以如果A是负3的话 正3其实是负A A平方开根号 到底是A还是负A呢? 你会发现 就是说我们这个A平方开根号的结果 跟取绝对值A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不只是很像是一样的 答案是这三个都不对 正确的是其他 可以吗? 那其他的话这个要怎么写呢? 我们会这样写 如果A大于等于0 那A平方开根号 也就是绝对值A就是A 又或者如果A小于等于0 那A平方开根号的话 就会是负A 因为他变负负得正 他变正等 可以吗? 那你说这样子为什么不能写正负A 因为我们讲说一个东西等于正负多少 比如说我说这个绝对值X等于5 然后说X等于正负5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那我们这样写的 他的意思其实是指说X既可以是5 也可以是负 就是说你5带进去也成立 然后你负5带进去也成立 可以吗? 那我今天我能够说这个绝对值A是正负A吗? 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 那变成说我正的也可以负的也可以 也就是说绝对值3 他要G等于正3也要等于 也会等于负3 但是没有啊 他就正3啊 同样道理 那绝对值负3呢 他G等于正3也等于负3吗? 也不是啊 他就是正3啊 所以绝对值A 并不是G等于A又等于负A 他是有的时候等于A 有的时候等于负A 所以写起来就要这样写 就是说如果A大于等于0的话 他会等于A 如果A小于等于0的话 他会等于负A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等号在这两个式子都通用 都可以有 那这是一个关键 事实上如果你其中一侧不写等号 好 严格说起来也不能说错 因为整个图形 整个函数取得的结果会一样 但是就是在这里还建议两边都写等号 好了 就我们了解一下他有这个特色 那看下面这个 如果是A-B平方在开根号 那我们刚讲的平方在开根号就是取绝对值 那会怎么样呢?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会去看这个绝对值里面这个东西 或者你说这个平方在开根号 我们去看这个括号里面这个东西 如果他是正的 如果他是正的 那A-B是正的 我们就说A大于B 就是这个A-B大于等于0 所以移向A就大于等于B 这样子减出来里面就是正的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绝对值拿掉 那又或者如果他是负的 A-B小于等于0 以向A小于等于B 那我就 还是可以把它拿掉 可是要给他整个加负号 那就变成负的A-B 那就会变成是B-A 你在这里你写负的A-B也可以 不是一定要写B-A 好于是像我们就会看到有这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了解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取用一个实力来去做推论 如果今天我要去讨论 这个根号X加2平方 和根号X-2平方 加起来会是多少 那他会随着这个 X到底有没有比2大 我们刚刚讲要看这个 关号里是正的还是负的 而有不同 那 逻辑上来说 我们会讨论出四种情况 也就是说前面这个正 后面这个也正的话 前面这个正 后面这个负的话 前面负后面正的话 和前面负后面也负的话 可是实际上呢 只会有分成三段而已 X加2等于0的时候 你让他等于0 你会得到X等于负2 你让他等于0的时候 你会得到X等于2 那一个数线上的所有数字 他会被2和负2分成三段 大于2或者介于负2跟2之间 或者小于负2 如果他大于2 那么这两个括号都是正的 因为大于2的数字 就是减2也是正的 加2也是正的 如果他在负2到2之间 那因为他比2小了 所以减2是负的 可是他还是比负2大 所以当他去加2的时候 就会加到 就是变回正的 所以这个负这个正 可以吗 在2跟负2之间 这个负这个正 如果他是负的 那这样子这两个括号都是负的 仔细留意一下他的这个 通常我们会称他为折点 转折的点 他的这个折点比较小 他的这个折点比较大 所以说大于大的这个数字的话 都正 只要进来到 比某个人的折点小的那个就负了 所以他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他负他正 到这里的时候就会他们两个都负 所以其实蛮好懂的 就是说不至于到说每一次要重新看 所以说我刚刚讲 他实际上被分成三段 然后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说 他其实有四段吗 也就是说 这两个都正有 这个负这个正有 这两个都负也有 那少哪一个 少了 这个负可是这个正的 因为你找不到 你找不到任何一种 可是是加了2是负的 而减了2反而是正的 你找不到 对不对 那也不用去想说 这样子我是不是每一次都还要踢掉 要先逻辑思考一番 想一下说哪一种是找不到的 不用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这样做 速限画好 折点 点上去 分三段 就这样 那自然而然那种不可能存在的 就会不会在画面上出现了 那于是分好了之后 如果x大于2 因为这个括号里是正的 就是这样子 这个这个 对不对 这个括号里是正的 这个括号里也是正的 所以这两个括号 平方跟开根号都可以直接拿掉 也就是绝对值可以直接拿掉 所以它就会被写成是 x加2 加 x-2 这就是它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整理一下是2x 如果它比-2大比2小 那因为这个是负的 这个是正的 所以这个的平方跟绝对值 跟根号可以拿掉 可以变x加2 可是这个呢 要拿掉但是加一个负号 变成-x加2 那我们也一样整理一下 你会发现这是4 那如果x小于-2呢 那变成这两个括号都负的 所以这个拿掉加一个负号 是-x-2 这个拿掉也加一个负号 是-x加2 你会发现 这个是-x 到这里为止有没有问题 有的话留言 我这个习惯性的问学生这句话 别忘记你们在荧幕前面没有办法跟我讲话 我们可以透过画出它的图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认识它 所以说不要把这个当成看成是 进阶体或另一种题目 做图题 它就是我们学习这件事的另一个角度 我们去把它的图形画出来 那y等于2x这一条是长这样的 它过00邪律2 y等于2x 那还没有做完呢 真正的函数图形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去解连例 这两个你解连例 你就会发现它过的这一点叫做 y等于4又等于2x 所以2x等于4x等于2 它这一点叫做24 所以它的x是2 同样的你如果解这一条跟这个 y等于-2x 然后y又等于4 y等于-xy又等于4 你会发现这个焦点是-24 所以它刚好就是我们要转折的地方 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叫折点 因为如果x比2大的话 我这条是不看的 我看的是y等于2x 如果x在2到-2之间 我看的是y等于4 所以是这一条 那另外两条就不理它了 如果今天x小于-2 我看的是y等于-2x 也就是这一条 所以这个绿色的 这个图形是一个折线 那我们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说这个点 它会刚好是24 那所谓平面坐标上两条线的焦点 平面上有无限多的xy 满足y等于2x 才会在这条线上 满足y等于4的才会在这条线上 所以两条线的焦点 其实就是同时能满足 这个又满足这个 也就是连利的解 我们刚才讲的时候 不是讲说这上下两个地方都有得好吗 因为你看这条绿的 在这条绿的 它可以使用的范围 一直到x等于2的这一点 它其实都还是吻合的 一直到终于比2小了 它才开始转换成这条水平的 同样道理这条水平的 其实也可以包含到 x等于2的这一点 也就是这一点同时 在这两条式子都成立 那这也可以是一个我们验算的 关键 就是你想要确定自己有没有算错 你把折顶带进去 两个式子都要成立 这样就合理 这个图形 它同时也是 y等于绝对值 x加2 加绝对值 x-2 的图形 因为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平方在开根号 其实就是取绝对值 那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这件事情 平方在开根号的话 会 要怎么讨论 然后让大家了解到它的图形会是折线 然后让大家了解到 其实它要分成三种不同的范围去讨论 以至这个三分之a 它小于 根号134 小于 三分之a加1 然后说如果a是正整数的话 到底它是多少呢 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放一题进讲义里面 让学生做 其实是希望带学生认识题目 题目会怎么出 当他想要考你某个姿色 他要怎么出 这样子的题目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它 当我们去问这个 说有一个数字 比如说x 会小于 就a吧 a加1和a 然后说这个a是正整数的时候 它其实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x 假如说a是10 那你比10大 可是比11小 所以你x是不是10点多 所以说像这样的问题 他想要问你的是什么 他想要问你的就是说 x是多少点多 就是什么 a是x的整数部分 如果你有把这个讲义印出来 或者你刚才有抄题目 那你可以把这句话抄在这里 你看我们这里没有处理这个3 所以在这一题的话呢 其实是要先把3同层 所以我就把这个3同层 那这就是想说这个在问什么 他在问你说 3倍的根号134 请问他介于哪两个整数之间呢 那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在问你3倍的根号134的整数部分是多少 那你可以按暂停做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是因为看不懂题目的话 那你现在懂了 他要问你这个3倍根号134 整数部分是多少 那你可以按暂停自己做一下 那这个要会 这个很重要 在这里呢 这一题要带大家认识一个知识 我们在处理像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不可以怎么做呢 不可以先取根号134 我们说根号134是几点多 那因为11平方121 12平方144 所以根号134是11点多 对不对 然后你说他乘3倍嘛 再乘3 这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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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不要到最后只记得要这样走 结果是专门记错的 好那 为什么呢 我们先把它做出来吧 看正确的话是多少 要怎么做才对呢 我们其实应该要把3先送进来 也就是要先把根号134转换成4 那注意外面乘3里面送进根号里其实是乘9 所以是9乘134 那它是1340-134 1206 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根号1206是几点多 如果你还有印象我们这个才在上一集 特别带大家看的那个数字表 我们提到这个35平方 所以记这件事情就是A15平方有个好处 它在我们想要比较一些数字的时候 因为比如说10、20、30很好算 如果你掌握了A15的平方 那等于说对你来说35、45、55也都很好算 的话 其实中间剩的数字就不多了 然后有一些又是很特别的平方数 那这样子其实大部分的数字你要估就很快 然后还记得我们有一招 就是那个连续平方差刚好是底数核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知道35平方是1225 也就是说3×42 后面解25 那如果不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的话 往前找到那个我们名为数字表的那一集 OK那我现在要1206 对不对 所以1206会不会是 会不会比34的平方还要大 还是应该比它还要小 那我刚刚讲了 因为连续的完全平方数差是底数核 所以说34平方加34加35是35平方 所以我今天要求的这个34平方其实是 我从这里减34减35也就是减69 那这样会是多少呢 变成1200-69 剩下1131加25 所以是1156 会等于35 更号的1156 会等于34 所以更号的1206会介于这两者之间 所以它是34点多 所以这个是34 我们刚问说 为什么不可以先丢进去再乘3 你现在就会发现说 真正的答案 这个3倍更号134 也就是更号的1206 它其实是34点多 可是如果我们刚才先取了更号134是11 再乘3 你就会觉得它是33点多 那是错的 对不对 好那为什么错呢 这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那个点多啊 我们这个更号134 我们说它是11点多 多到哪里 其实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 他如果乘3倍会不会进一位 对不对 他如果今天这个11是2.2 那乘3倍的时候是33.6 那还是33点多 他如果今天这个11是7 那乘3倍的时候 0.7x3是2.1 所以他如果这个11是7.7的话 他乘3倍的时候 是会变成35点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因为不知道这个点多是多少 所以在乘3倍的时候 那个位置就会跑掉 所以如果你有发现 还有乘一个数字在更号前面的话 不可以先估更号里面再乘3 你一定要把数字送进去再一起估 才可以取得正确的整数部分 这样子有听懂吗 那我们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